我们今天聊的是我手上这一份 这个媒体刊登的半盘广告 31大佬呼吁团结 结果呢呼吁出郭台铭正式的退党声明 嘉宇怎么观察 我觉得这31个大佬呢 都是走过江湖走过政坛老经验的人 甚至很多说实话已经几乎是退出政坛的人 这些人今天做这个动作 难道不知道郭台铭会有什么感受吗 这个是真的要呼吁团结 还是要羞辱郭台铭 或是另外一种方式来想 是帮自己谢责 也就是说我登了就登报了事了 我有呼吁团结了 之后谢谢再联络 不要再来找我了 就是说这31位大佬我已经表态了 连在马英九好龙兵 我们都已经在这个报纸里面 已经呼吁团结 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了 之后国民党韩国瑜请自己看着办 这是我的解读 我认为说这些人只是想要谢责 并不是真的要呼吁团结 他们都是跟郭台铭说得上话的人 甚至很多次私底下 马英九好龙兵跟郭台铭关系多好 所以今天做这个事情之前 我不相信郭台铭不知道 甚至他们可能也知道 郭台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可是这样子的做法 一方面帮郭台铭解套 帮郭台铭解套 他可以正式宣布退党了 是国民党先对不起郭台铭 国民党用这种方式羞辱郭台铭 让郭台铭可以以一个大大方方的方式说 好我要走自己的路 而今天郭台铭的声明里面 还跟柯文哲互相呼应 里面提到说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政党利益之前 把政党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 这就是柯文哲常讲的话 他说国家利益要大于政党利益 政党利益要大于派系利益 派系利益要大于个人利益 在里面也看到柯文哲的痕迹嘛 并不是政党制度 因为其实这个在那个 就是今年就是四月份 然后郭台铭先生 他决定要加入初选的时候 当时他就讲了这样子的话 他说必须把国家的利益 放在政党利益之前 这个是郭台铭自己说的 这跟柯文哲常 但是柯台铭跟柯文哲心有灵犀 非常的有默契 在这点上两个人是有共识 才能合作嘛 那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刚好这个登报 给了郭台铭一个走自己的路的 一个很好的契机 正式的宣告他可以跟国民党 脱离了国民党 然后开始走所谓的 第三势力的这条路 而我觉得韩正英 或者是国民党最近的操作 其实都有一种 让人家觉得激将法 在逼郭台铭赶快出来参选 昨天周刊王说 郭台铭是选假的 其实他真的没有要选总统啦 他只是要拼党主席什么 照理说正常不会用 这样子的方式来说郭台铭 因为如果你真的不希望他参选 不会把这件事情 用这样写出来 所以这个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包括说韩正英的很多动作 你都会觉得巴不得 郭台铭赶快出来参选 因为从民调各方面的 这个种种迹象看起来 郭台铭参选 绝对对韩国瑜是力大于弊 而且才有胜选的机会跟可能 而韩国瑜目前 所在选战上的操作手法 就是巩固韩粉跟所谓的庶民 不管是说他在教室台上 羞辱马英九 或者是说隔天 又马上继续羞辱丁守忠 种种打击蓝营的权贵 过去蓝营大家所认为的 知识栏这些选票 其实他认为这些票 他已经拿不到了 好 要走要投 你们都去投郭台铭 但是我就是继续 巩固我的韩粉 跟我的所谓的庶民 当这些人愿意支持我 而且我能够继续 巩固极大化的时候 在撒卡都的情况之下 谁的粉月铁 谁的票罪巩固 谁就有机会选赢 而韩国瑜目前的选战手法 很明显就是在走这一块 所以对韩国瑜来讲 郭台铭出来对他绝对是有帮助 而且他迫不及待 巴不得郭台铭出来 因为目前民调看起来 郭台铭拉走蔡英文的票 反而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 跟国民党 我也希望不要再演这场戏 给大家看 你觉得他们在演分手戏 对 演给大家看嘛 反正我现在郭台铭 跟蓝营也没关系 然后蓝营也骂得很难听 什么好聚好散 今天周雪伟出来呛 人里让你不是怕你 反正最近各种难听话都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有骨气 我也希望郭董 你如果真的有选上 你不要跟国民党 这边没来演去 最后还跑到国民党 去变成国民党说 我真的是为了救国民党 来演这场戏 国民党你也不要想要 巴着郭台铭说 郭台铭选上之后 我想要里面占位置 最好你们两个人 今天能够把话说清楚 才没搞水没人 之后如果郭台铭选上了 我国民党 任何人都不进 这个郭台铭的总统 这个竞选班底 也不会进入 他的这个内阁里面 大家把话说清楚 不要今天说 大家骂得好像很难听 然后分手 然后演这场戏之后 最后大家又合而为一 然后把我们这些选民 当作傻子 当作呆子 那民进党 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 看起来好像说 国民党在内斗 其实民进党 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真的吗 你觉得民进党受害 你觉得民进党受害 因为在一对一的情况之下 说实话 民进党是有利的 但是你现在演的这场戏 所有的焦点都在 国民党身上 蔡英文被边缘化 蔡英文在这次的 其实很努力的在拼国阵 可是在这个部分 完全被模糊掉焦点 最近的新闻只看到 郭台铭跟韩国瑜 甚至他们内斗等等 所以到时候民进党 在这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之后 反而会是受害者跟牺牲者 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型 那我问你哦 你怎么观察 郭台铭投入选战之后 对于立委的选举跟攻防 可能有什么影响 这个东西现在很难去判断 因为就国民党 或是寒天电视台的操作 他开始去分化说 国民党只要你这个立委 没有去挂跟韩国瑜的看板 你就是暗挺郭台铭 你就是支持郭台铭 所以逼得国民党立委 必须要表态 那国民党党中央 这样子的话说的 那么强硬之后 当然也必须要有一些动作 所以就立委的选情而言 本来想要两面讨好 想要韩国瑜的票 也想要郭台铭的票 可是当你党中央 这个架势要摆出来 要求你一定要合挂看板 甚至要跟郭台铭 水火不容划清界限的时候 那你的票当然会开始 受到限缩跟影响 因为变成说 本来需要多数的票 因为单一选区 你必须要有选票极大化 可是现在变成只有韩粉的票 本来要投给郭台铭的票 如果看你这些立委不爽 因为你只支持韩国瑜 而且还骂郭台铭的话 那当然他们的选票 会转移到别人身上 所以对国民党的立委 我觉得选情也会受到影响